大家好 今集音乐读书会想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本书 How to Listen to Jazz 顾名思义就是一本 教大家如何欣赏着视乐的一本入门书 他的作者Ted Joyer 是一个美国的着视乐钢琴家 也是一位乐评人 所以他绝对够专业 去和大家介绍如何欣赏着视乐 这本书也是非常有层次 去教大家逐步逐步认识着视乐 例如一开始 他会从着视乐的不同角度 如何欣赏他 例如用他的音色 他的音乐的个性不同方面 他会教大家如何欣赏一首 着视乐的好和不好 他接着也会介绍着视乐的 一些基本结构 历史发展 也有不同的流派 例如Swing Beatbox Hardbox Fusion 他也会有一个songist 让大家可以听着音乐 去认识这些不同着视的流派 他也会选择了九位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着视音乐家 与大家介绍如Lewis Armstrong、Billy Holiday、Miles Davis、Charlie Parker等等 这些都是着视乐的发展中不可不听的大人物 最后他也会说一下他觉得今时今日的着视乐是怎样的一回事 也预测下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总括来说如果大家想听着着视音乐 但又不知道如何入手的话 这本书《How to listen to jazz》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How to listen to jazz 第一章《节奏的奥比》 先讲个故事好了 某年轻学者决心穷不申之力 研究非洲音乐的节奏 不仅为此搬到加纳 更先后拜十几位顶尖鼓手门下 由大师亲自指导 最终以整整十年光阴 彻底投入研习该区传统音乐及演奏法 他也不忘自各处吸取知识 从耶路校园到海地的传统社区 乃至非裔族群散居的不同国家 都是他的教室 经过如此积累 他的专业知识与时俱进 不仅是精通此道的学者 跟练奏纯熟的表演技巧 他成了这门技艺的传人 只是待他回到美国 他觉得很难将这个技艺的精髓传美圈外入 他尝试教学生加纳的搭公巴鼓 学生问他一条最最简单的问题 我怎知道在什么时候切进来 要在什么时候开始打 这个在西方音乐根本易如反掌 只需要动动指挥派 或乐团领班数个派子就可以了 在乐团上一定会有指示 但会成西非音乐 要在已经开始的演奏中再插进来 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位学者随头丧气表示 我想说先数一只鼓的哲拍 来示范另一只鼓如何切进去 可视完全办不到 只是再做更多的分析 认为再多的规矩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终于明白 唯有抛开分析走入感觉的领域 才能跨过这一关 要想在一开始就做对 他最后下了这个结论 就是注意听哪个可以切进去的点 直接切进去 注意听哪个可以切进去的点 直接切进去 肯定唯有客人罢 咦?没有了 十年辛苦拜师学艺 就学到这么简单的东西? 但这就是终极解答 诈项之下道理很简单 实质不易 这种故事对把笔生青春 奉献给音乐研究的人来说 总有提胡冠定之效 这个实证证明了音乐 特别是音乐节奏的本质 有某种奇妙的元素 无法从知识层面来探讨 音乐这个层面完全是靠感觉 坦却感觉不到 用学术观点来解释 也是吐露 学者想理解这一面 必须超越学术层次 学者想走这条路 必须抛开教条理论 全心折立如此难以触摸的东西 难道有时言语根本无法形容 有故事就有启示 前述的故事自然也不例外 这是真人实事 主角是精通非洲节奏与打击乐器演奏的专家 约翰·米勒·车洛夫 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听的力量 听远胜过各种分析 以罗这一点就是比大脑强 音乐学家受过再怎样专业的训练 对此也只能甘拜下风 这也不切是爱韩人最好的鼓励 就算你完全不懂得听艺术的行画 与符靶化的程序 同样具备听的本词 浸入音乐核心之路在于听 无关一堆术语 只要我们用心听 浸入到某种程度 就会进入乐曲的奥妙天地 完全用不着什么学习经历 本书最基础的观念是用心听 就能懂得着士乐的所有废解 和妙绝之处 当然我绝无贬低正统音乐研究或教学之意 但不要忘记 当年将着士乐带到世间的开山祖师 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 有些人甚至一堂课都没有上过 但他们都懂得用心听 也学会运用这种本领 检视自己的创意潜能 可以挥洒到哪种程度 前面说的车洛夫和他的徒子徒孙 就是学到这点了 同理我们都不要忘记 着士乐源自非洲音乐 而非洲音乐绝小区分表演者与听众 社群旅的人都能够参与音乐创作 在这种文化分图下成长的人 绝对不会认同 一定要受特殊训练或具备特殊技能 才能体会创作音乐的狂起这种说法 他们的传统中没有什么爱寒人 人人都有能力理解音乐最核心的本质 但有个必要条件 一定要用心听 环绕心进去听 这些都是评估着士乐各层面的重要考量 但深究着士乐更乎原妙的节奏本质时 这些因素尤其重要 近几十年来 拜科学之致 我们对节奏特质的知识更为广博 科学可以把节奏对人类脑波、 荷尔蒙、免疫系统等病理学层面 造成的冲击一一独立出来个别测量 只是这种研究反而让节奏的神秘色彩更浓 我们的身体为何对节奏反应如此强烈 为什么狗儿的肢体动作和外来的节奏对不起来 为什么黑猩猩、猫咪、马儿不会随节拍起舞 因为他们就是不会 你也没有办法训练他们做到 然而每个人类社会和社群 都为我们对节奏难以抗拒的本能 反应提出了出口 有时甚至还得靠这种反应 进入超凡入性的境界 这笔好深深落映在我们的体内 或是还深入灵魂 但我们是否明白 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它的美学层面 于是本书可说一开始就碰上大灾文 我们得从着试我最最重要的元素开始说起 也就是它令人深醉神迷的节奏特质 这是着试我最难理解的一环 也几乎无法化为文字 但倘若你学着深入听着试试乐的这一面 就等于朝理解核心夸了一大步 这样我们就来解释到节奏之迷吧 为此我会把停拍子的私房撇步 和我自己解为时派上用尽的技巧 和心态毫不保留 分享给各位 我读的是由Ted Joya 所写的 How to listen to jazz How to listen to? 感谢观看